我们来介绍的是 这个欧拉数的话呢 是无理数的证明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证明 欧拉数是无理数呢 我们的话呢 固定的技巧就叫做反正法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现在的话呢 欧拉数的话呢 是以一个无穷的 极数的方式展开来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 它是无理数的话呢 我们就假设它是有理数 那么既然它是有理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写着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有理数 那么有理数的假设的话呢 都是分数的写法 那么P分之Q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这边先加注一下 PQ是都是整数 而且的话呢 顺便跟各位同学说 PQ是互值的 这样子会比较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开始来证明它了 P分之Q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假设呢 我们的话呢 这么做的 技巧在这边 这里是P 这里是Q 那么我们必然存在 B B存在一个数字 既然它是整数 我们就存在一个N 这个N的话呢 比P还大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话呢 假设有一个数字叫做M M是怎么样的数字呢 我们来看 N阶层 这是Euler number 减掉1 减掉这个数字 它减掉这个无穷极数的前N项 减到什么呢 减到N阶层分之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算式 这是P分之Q 那么N阶层乘上P分之Q 它当然是整数 这个乘过来 整数 这个乘过来 整数 因为N阶层的话呢 乘到这边来 这个是一样的 是E 所以的话呢 它每个数字都是整数 所以我们很肯定的说 这个M的话呢 是一个 整数的 这个无庸置疑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现在我们是减掉前N项 现在我们来看看 后N项是怎么样 来我们来看 这个M的话呢 以后N项来说的话呢 是这样的 它减掉了前N阶层分之一 后面还有哦 还有是什么呢 N加1 阶层 分之一 这个的话呢 是 现在是N加2了 我们的话呢 写个前三项好了 好 我们来看看 它这个后面的话呢 是 无穷的 现在的话呢 既然M是这样子的 指的假设 那它就是剩下 就是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我们来解析来看一看 我们就每一个乘进去 乘进去 乘进去 那它的话呢 写法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 N间层跟N加1的阶层 抵消掉了以后 底下会变成了 N加1分之一 好 我们再看看第二项 第二项的话呢 N阶层跟N加2的阶层 对消了之后 下面这个地方会变成 N加2乘上N加1分之一 这个呢 N加3的阶层 就是N加3乘N加2乘N加1 再乘上N阶层 所以的话呢 它的话呢 是 这个数字的话呢 是N加3 N加2 N加1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不能再写了 因为它呢 太多太多了 那么我们继续写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算是 是一个怎样的算式呢 我们利用一个 不等式的方式来看 它必然是小于 小于什么呢 来看 第一步我们是一样的 这个技巧是在这边 我们来看 继续写下去 N加2 N加1 我们通通把它改成N加1 那各位同学看 分母变小 这个改成N加1 分母如果变小的话呢 整体来说就会变大 这边我们一律改成N加1 这个会变成 N加1的三次方分之一 那么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那么各位同学看 这是一个无穷的等比极数 那么我们的算法是 无穷等比极数的话呢 是1减掉公比 本题的公比是N加1 分之一 首项N加1分之一 于是得到的是 底下的话呢 这边是N加1 减掉的话呢 只是N 所以是N分之一 各位同学看一下 N分之一是M M是属于Z 这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是整数的 于是我们导致出来的 找不到这样的M 也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这个P分之Q 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们的话呢 证明出了Euler number 它的话呢 其实是无理数